今天讲讲古代上被容貌害惨了的女子,容貌固然重要,可是却也能带了未来恨火,今天小编准备讲的是因为貌美如花的女子。 这一位女子的出生也是一般般,可是她却非常的漂亮,她因为容貌,这一生跟许许多多的男人纠缠不清,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她吴三桂了,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女子是陈圆圆,她这一生跟许许多多的男人有纠缠,红颜拂命,一代名记陈圆圆究竟被多少男人霸占过,一个比一个厉害。 作为情怀八叶之首,冒屁江应该说是陈圆圆真正要敞开心非接纳的第一个男人,他们俩算得上是一见钟情。 当时冒屁江从南京回如高老家,路过苏州时,特意惊人见少去见了陈圆圆,其实两人都算是名人,冒屁江是名穆斯公子之一。 陈圆圆是李元明爵,后来两人私定终身约好而年迎娶,仅火是冒屁江应家中有事,玩去了几天,陈圆圆被一个叫前红的活就看上,被抢卤去了京城,前红妹不皇上唤心。 将陈圆圆作为礼物,献给了崇祯皇帝,由于一些事情皇上十分的担心,于是就把陈圆圆打发了,陈圆圆再次让田红拥有,但是好景不长,他又让吴三桂看上了。 由于吴三桂莫有军权,许多人想霸解他,田红知道了吴三桂看上了陈圆圆,就借机霸解吴三桂,享受了一段时间后,就把陈圆圆放在了家里,自己去带兵打仗了。 最后吴三桂向田红要了这个陈圆圆,还举行了那些礼仪,您没证据的把他取进了门,但是在洞房的那天晚上,因为别婚暂时谨记,而吴三桂又有皇命在身,所以他就很不舍的离开了陈圆圆。 由于李自成攻破了北京,就这样李自成手下刘宗敏鲁走陈圆圆自己完国之后,邮献给李自成,李自成建立了大顺王朝立陈圆圆为非,以上就是陈圆圆的故事,他的一生真的是命运多转,不过那时候被生活所破的人也不在少数,并且这说明了有时候美貌也会害了自己。